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就成立了 有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个点的进旁 S0这个点的进旁 这个点假设是L 可以吧 那我的曲线的话 我在这个点的进旁 够靠近的话 这两个距离够靠近的话 我对应的高度 对应过来的高度跟你的L的距离 就会小于你的限制范围 L加一雄 L-雄 那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在L加一雄 L-雄 围起来的这个区域 这区域一定对投影下来的时候一定是 它一定是这个区域里面的每个点 一定落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一定是落在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问题 好 那一尾跟二尾不一样 一尾的话是左右边B过来就好了 二尾的话是任何方向B进来都对 你这边一个曲线B过来的时候 你对应的高度这边就有一条曲线 对不对 这边一个方向过来的时候 这边就是曲线过来 你任何方向进来都要对 任何方向进来都要对 对不对 因为这边是怎么样 这边是这两个点的距离 所以它的方向 这个SY怎么变动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任何方向进来都要对 所以你要证明它的话 不是那么好证 不是那么好证 那我们当然有其他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夹起定理 什么方法去做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是它连续的定义 咱们看这个 好 当SY曲线于E2的时候 这个极限会曲线于多少 S平方加Y平方 我们这三倍SY平方 这个会曲线于多少 感觉上来感觉多少 感觉上来感觉多少 直观上 直观上来讲会曲线多少 很直观啦 他以为要靠近多少 他以为要靠近多少 你就直接带就好了嘛 对不对 直接感觉上你SY靠过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不管他怎么靠嘛 反正到最后的时候 S就逼近1嘛 Y就逼近2嘛 对不对 所以你多少 1的平方接近2的平方码 1的平方码 分之3乘以1 乘以多少 2的平方码 对不对 所以你多少 我分之12嘛 来这样有问题 这样可以吧 有问题 但是因为大人并不得了 对不对 这边 对不对 可以吧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 来我们看这个 我们当然是有问题点的才讨论 没问题点的 当SY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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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上等于多少 你由这个图形感觉它等于多少 确认0.0多少 这边是A左 这边是Y左 这边是X等于0 Y等于0 这个是圆点0.0对过来的高度是0 对过来的高度是0 这个点要挖掉 因为这个点的话分母等于0的话 没定义 这点要挖掉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函数怎么样 一逼过来的话会逼近到多少 是不是逼近到0 不管你怎么逼 是不是都会逼到0 对不对 这函数 是不是逼到0 对不对 所以它极限是0 感觉上是0对 问题是 问题是你要怎么证明 你要证明 证明它等于0 怎么做 来先试试看 好 你看一下怎么做 你当然可以用刚才讲的那个Action Data来做 那是一个方法 对不对 不过那个不好做 我们看一下 因为你的 因为怎么样呢 你会发觉你的函数加绝对值 这点多少 是小一点多少 3倍S的绝对值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发觉 这一项 这一项小一点1 有没有问题 X平方加Y平方分之 Y平方分母比较大 分母多了S平方 对不对 S平方大还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这一项小一点1 所以整个乘上3S就小一点3X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这乘力性是对所有的S SY只要不等于0就好了 来这样可以吧 这句话对不对 对了 好 当你的SY趋近0,0的时候 你看一下3倍的绝对者S趋近多少 是不是等于0 对不对 这单变数了嘛 外方向不动了嘛 对不对 趋近0嘛 好 趋近0 这边也趋近0啊 所以有什么 夹起电0嘛 对不对 我们得到怎么样 由夹起电0 我们得到这个 它它还会趋近0嘛 绝对值趋近0 去掉绝对值趋近0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个 Limit XY趋近0,0的时候 这个3 XY平方除上 X平方加Y平方 就等于0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吧 可以用夹起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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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看底下 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怎么样呢 像这样子一样 你如果令 这个极座标准外 X点R的 C打 Y点R的 C打 那这个时候 你会得到呢 如果它刚好 有极座标准ано 菲sen里年了的话 那重音比较调단QR 有极序标准 就一圈一圈b过来 一圈一圈逼过来 这个我会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 你就这样子一圈一圈来 对不对 就这样子逼过来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完零零的时候 你就像那里R 这边R R发觉R越来越 R越来越小 曲曲零零 你这个时候 你不管那个曲线是怎么样逼近 你可能是这样子逼近 可能是从这边逼近 可能是这样逼近 你不管怎么逼近 都无所谓 为什么 因为你就这样子一圈一圈拉住 它 对不对 所以它整个就会去均匀 对不对 可以吧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 或者是怎么解 或者是 你令 s等于R的cos y等于R的cos y等于R的cos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你的极限 s y 曲曲零零的时候 那 s平方 加y平方 分之三倍的s y平方 来 这个东西就会等于 这边就要变成单倍数了 只要跟角度无关 它的极限值跟角度无关 你不会因为角度不一样 靠近来的极限不一样的话 那就极限就存在了 s平方 加y平方 是R平方 对不对 三倍的s 是R的cos y是R的sin 所以你消掉R平方之后 就变成Limit R区均一零 变成三倍的R的cos c sin的平方c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出来 R区均一零 它区均一零 它这两个角度 不要管它 任何角度进来都对 你的c 从任何角度进来都对 它答案都等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样有问题 可以吧 有问题 是不是这样你可以感觉 是不是这样你看order 如果区均一零零 你乱你看order 分子的order 如果比分母大的话 就区均一零了 你如果区均一零零的话 分子的order 这边是二次加一次三次 这边二次而已 所以分子的order比较大 所以拿去区均一零 那如果是分母的order 比较大 比较大或等于的话 那就不存在了 等一下我做一个例子 不存在 来看这个有没有问题 对 对 好看这个哦 来这个有没有存在 这还是区区0.0 分子的order是0 分子的order是边弯 所以这根本没有不存在 它图形像这样子一样 右往中间的话一圈一圈进来 右往中间的话 把它无穷大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极限等于 应该是无穷大了 那这怎么做呢 你还是一样令 这个 S点R就不算是大 Y点R就算是大 S平方加位平方就等于R平方 那RQQ0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这边是零正 零正的平方是零正 零正的导数是正无穷 好 这样跑到无穷大了 把它散掉了 看有问题 可以吧 好 这个呢 这个会均匀多少 这边分抹是二次 分子也是二次 这个会均匀多少 你看这个图形 这长样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这边是这样子 所以我要觉得 你可以看出来 这怎么样 如果S等于连 靠过来的话 X方向等于连 靠过来的话 S等于连 靠过来 S等于连 这S方向 A走在这里 S等于连 靠过来 你快觉怎么样 你快觉趋近于这个 应该是负1 那Y等于连 靠过来应该趋近于正1 对过来高度正1 对不对 所以它的极限在这边 零连的时候 它是从正1到负1都有指 所以它不存在 可以吧 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 我们说如果极限存在的话 任何方向进来都要对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找两个方向 进来让它不一样 极限存在B为一 两个方向不相等就不存在 这样可以吧 所以你的做法就是 你沿着这个 沿着这个X 比如说S等于0好了 S等于0 那沿着S等于0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你的Limit 这边X等于0 以后让Y弯向动 S固定它等于0 所以这边就得到0的平方 加上Y平方 对不对 0的平方 减到Y平方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边就0消掉 对不对 这边是负1 就是0Y 7-0 这边两个一消掉负1 所以极限值当然是负1 对不对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每一个 S等于0的时候 每一个点都负1 负1负1负1 靠近来当然是负1 对不对 好那沿着Y等于0的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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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X平方加0 那X平方-0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是极限是1 对不对 那因为1跟负1不相等 所以这极限 极限存在B为1嘛 所以这时候就不存在 好看有问题 是1 对不对 对不对 4 2 0 3 4 4 5 感谢观看 可以吧 你可以沿着y点负S 沿着y点负S就是这一个 这条线 对 这条S弯较比较大的 沿着y点负S是这一个 比过来的话应该是等于二分之一 不是等于零 刚好是等于零 沿着y点S的话是零 y点S 所以分母是二分之二S 这边是零 所以这条线是零 高过来是零 可以吧 所以可以看出来在零点的时候 真的是有 对不对 每一个B进来的值都不一样 这样会不会做 你只要 你要这边它不存在的话 你就怎么样 就是取两条线 发现它不一样就可以了 好 接着我们介绍连续了 那如果我们说 FS是连续在S0 Y0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极限值就等于函数值 跟那个一样 只是它二分而已 跟一分一样 好也就是说呢 给了S5大一点 会存在一个delta 使得呢 这边大海这个幅画就拿掉了 使得它们两个够接近 的时候呢 在那个S0Y0的近旁 有一个距离的话 跌打距离的话 那这时候我对应的高度 就是FS0Y0 跟你的函数值 就小于你的限制范围也凶 就可以了 把这L改成F的S0Y0就可以了 来接下来面题 就是极限值等于函数值的意思 就连续了 像刚才那个例子就不连续了 因为它跳掉 对不对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 例如S平方加Y平方分之2SY 但SY不等00的时候 那等于00的话 我定义成零了 我给它定义成零 那这样子有没有连续呢 有没有连续啊 你看图形有没有连续 你可以一看就知道不连续嘛 因为怎么样 这边零的话到底是哪一个不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不能去啊 你从这边靠过来 从这边靠过来是1啊 从这边靠过来多少 这Y点S Y点S这个方向靠过来 Y点负S这个方向靠过来 这方向靠过来是0啊 不太一样嘛 不太一样 好那这个也要怎么取呢 你就证明它极限如果不存在 就不能虚了嘛 对不对 或者是极限值不等于函数值嘛 就不能虚了嘛 就证明它极限值不等于函数值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极限值不等于函数值呢 我只要找一条 沿着一条去看嘛 你不能沿着X点0或Y点0 因为沿着X点0或Y点0的话 你会看出来就等于0 就等于函数值了 我们不要 我们沿着这个 因为这个Y点S 我们就得到这个极限 就是X Y点S所以就变成SS 变成SS在跑了 这边就S平方 加上S平方 这边就两倍S乘S 对不对 所以我发觉就等于 这边就变成 2S平方 2S平方 这个2S平方嘛 对不对 这边也是2S平方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S平方 S平方消掉嘛 所以是等于1的哦 它不等于怎么样 不等于 不等于F00嘛 F00定义的是等于0嘛 对不对 所以F00就是 Discontinuous哦 不能去哦 不能去 在那个0,0点 来看问题 好 好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呃 系列交过来哦 马上交哦 还有那个第3个礼拜那个 这个要来检查 第9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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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